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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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這個屋主已經七年多了 本身他自己在做事業 在這七年之間也變化得滿大 當然是越做越大 那在七年前跟他見面的時候 其實他還是保持著 年輕有憧憬的那一種感覺 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在跟他談論的時候 就會察覺到說 其實他的 境境上已經有所不同了 大概你就會猜測得到說 他希望回到這邊來的時候 是一個相對來的安靜 相對來的沉穩 沒有相同的風格 不做無味的裝飾 李冠林設計師 總帶著一股傲氣出場 他幽默風趣 邏輯清晰 善於透過故事性 展現符合局者個性的空間設計 作品不只耐人尋味 更闡述場域 與人之間的真實對話 那從玄關開始 進來到宮領域之間 圓弧形的玻璃磚 是進出這個家門的第一個空間 在裡頭等待回家的人 那些他們的家人們就會知道說 那是誰回來了 會有一些相對的期待感 我希望它帶一點戲劇性 我覺得在這個空間裡面 天花板之所以是用圓的 最主要的概念是 因為圓對我來說 它是一個視覺上 相當無限循環的圖案 就像水的涟漪這樣子 然後一點下去慢慢開展開展 讓這個空間整個視覺上 張力再更加豐富 所以一開始我就定調 用圓形 然後去呈現它的張力 然後讓這質量的 大量的效果降低很多 我們都會知道說 黑色在視覺上 對於人來講 會是一種收斂的感覺 所以我們會運用到墨黑色 也是因為我們希望 業主在外頭的那些吵雜 在事業上的一些疲憊 可以到這個地方來 是藉由這樣環境的色調 將他自己的心情 再收得更穩定一些 然後在心情上是更沉穩的 在這個案子裡頭 其實我們都會發覺到 有一些看似很不完美的 收編的方式 其實對我來說都是刻意的 為什麼我刻意這麼做 是因為第一個 我既然希望這個空間 是相對來的自在 相對來的自由 那它的呈現效果 就不應該是這麼的拘謹 所以包含地坪上一些收編 包含木頭與木頭之間的收編 我都會刻意流出一些些的縫 讓它不是那麼的美好 你在接觸它的時候 是來的更自在的 這個空間一層一層的堆疊上去 然後最頂端的平面是茶室 可是我們希望它接帶來的客人 是位處在這個空間的最高處 讓賓客的感受會再更尊貴一些 也會讓自己覺得它是受到尊重的 其而是這些層層堆疊的塔街 可以讓來的朋友跟客人 是可以隨性地洗地而坐 跟你畫家常 跟你很自在地吃東西 不需要拘謹的時候 他一定要坐在某張椅子上 呈現出怎樣的正經為座的姿態 不需要 他就很自在地隨地坐著 拿杯飲料喝杯茶的對話 都是如此自在 那時候我們都已經坐完了 然後過了一陣子 他才出差回來 他見到我就說 冠檸我覺得這個地方 給我非常的 心境上非常的安靜 非常的安穩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這樣的空間的 所以我在操作本案上 其實來的自由度非常的寬廣 包含心境上會非常的自由 所以我在操作本案上 我就會覺得說 我自己很像是一個 替這個空間跟他把脈的一個人 去猜測說 他在這個心境 事業到達這樣的巔峰 他回到家應該又是 什麼樣的感受 他需要的是什麼樣的空間的溫度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 其實整個包含我們用的材料 包含我們看到的顏色 就是相對來的穩定 來的不輕飄 想看更多李冠林設計師的精彩設計 請上網搜尋設計家